爱的选择本期看点 年近70老顽童 霸气侧漏 酷劲足 我一定会把它宠上天 是我们心中的领导 小小卡片藏玄机 上场举动太亲密 95分吧 98分 我给他俩匹配的程度达50分 怎么出来的啥个人了呢 宝宝 亲爱的 你看 针尖对卖王是不可以的 怎么没拿大回事 互动游戏不相让 密室看着特生气 阿姨咋还哭了呢 没有钱样劲 你得钱样一下 神秘礼物来现场 俩人能否心相依 给你一个定心丸好吗 擦一擦 谢谢 不客气 你太刚强了 更多精彩竟在本期 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电视机前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那么我呢 依然是一心为你 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孙霞 同样 让我们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 特别来宾 瑞来 嗨 大家好 我是瑞来 以及我们的小红娘门门 大家好 同样 掌声欢迎我们今天 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亲友团 欢迎你们 首先想问一下大家 就对于中年这个朋友来说 您认为还存在 特别浪漫的童话爱情故事吗 有 咱观众非常肯定 存在 有 这个大家认为还是存在的 是不是 可能有的人认为 哎呀都中年了 还啥浪漫的童话爱情故事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 这位男嘉宾 他就在生活当中 实现了他童话般的爱情故事 来吧 接下来掌声 有请我们的男嘉宾上场 大家好 挺好 不错 肯定要身体数量挺好 别人都称为宠亲模范 谁要是跟了我 我一定会把他宠上天 喜欢被男人宠吗 被男人宠是很幸福的 嗨您 您好 您好 这是人 来 这您上来就给我们摆了一个pose 咔咔咔一阵打 我确实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他的爱好挺好 性格也挺开朗 然后我们有发现 你今天这个着装也很特殊 这个衣服吧 是1994年世界冠军 和那个奥运会冠军 那个锦标赛冠军 大满棍冠军 往讨人家到这来吧 就是举办退役的那场比赛 这衣服吧 是我当时和他打过球的时候 打球时穿过的衣服 您当时你还跟他在案子上打球了 一案子上 五个球 我得到过一分 哎呦我的天呐 那你就适应压局你了 真活力 所以说你特别珍惜这个衣服 对 这鞋也是 这当时也是穿的这个鞋 对 这鞋 袜子呢 袜子不是了 就老珍惜当时那套衣服了 今天非常重要的场合也穿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历史的意义 记载它一辈子 可能是咱们那个秘诗里的 那个女嘉宾呢 看得不是很清楚 她上来的时候 这种跑啊 是年轻人的这种跑 可不是说我们中老年人的 那样一种状态 等你们上来之后 你就能够感觉到 身体好就是很甜的 一蹭金山没有好身体 什么都无所 都没有 刚才那两个海底捞月的动作 一般人能做得上吗 这就非常轻松 海底捞月 我比较习惯做这个 那是我徒弟 还有徒弟 来 你就属于世界季军班 来 来 请你来 还不上 这个是您师傅 这是我李哥 也是我师傅 最关键的是李哥这个银好 我去哪儿门儿和我打 谁进简球谁跟你打呀 是 李哥就很有耐心 他就主动给叫我 所以说拜他就为师 打得也确实漂亮 您组建他的人品 人家和世界冠军 一起打球的人 能这样的事情 对 是实外锻炼 有时候下雨下雪的时候 那些公益事李哥没少做 咱们去的时候 李哥全给打扰完了 好 非常感觉 这这方面李哥做的确实 非常 谢谢 非常佩服 好 谢谢 说明非常 咱们男嘉宾非常热习 你没白领这徒弟 没白娇 在台上真实劲夸你 身体好严品 人的素质也好 长相能看得差不多就是 我估计咱们 密室的女嘉宾呢 也等不及了 也有话想对你说 看看咱们密室女嘉宾 对咱们男嘉宾的印象怎么样 来 这就是男嘉宾的女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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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男嘉宾的身体素质挺好的 挺精神的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挺有活力的 你说你怎么宠媳妇啊 刚才你说的 你俩 像我一定要刷家 抽出一张枕的 什么 你咋宠媳妇啊 你问到她怎么宠媳妇了 她有遍而来 啪 家就掏出一张枕的 真的呗 你朗诵一下 你枕上写的是啥 行不行 朗诵一下了 朗诵一下 从现在开始 我只疼你一个 宠你 不会骗你 答应你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会做到 对你讲的每句话 都是真心话 不欺负你 不骂你 你开心的时候 我会陪着你 开心 你不开心的时候 我会哄着你开心 永远觉得你是最漂亮 做梦都会梦见你的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他 写的挺好 就怕以后能不能 按照这个去做 说话算数 听我说 她说的话 我不但能做到 而且比写的 会做得更好 哎呦 我的心里 这枕啊就是个意思 来 这位三号 你要别放心吗 放心了 放心了 我想问问她的身高 我的身高是一米六四 您会介意这个身高吗 要是人品好的话 身高不是问题 我跟你讲 就这一张枕 上面所有的东西 写的都是最低标准 足可以看出来了 在爱护妻子这方面 她肯定是个巨人 所以说个头 是不是问题的 来 这个四号女嘉宾 你好 组织人好 男嘉宾 心灵嘴巧 五花八门 怎么样身体挺健壮的 刚才您评价她一个词 特别有意思 叫五花八门 你评价啥意思 又吃不下 又吃不下 她意思就是说能闻能舞 闻能朗诵 武能打球 对啊 还欢迎巧语 说明你的才艺五花八门呢 她这说的还不全面 你咋全面 我会唱歌 还会唱歌 对 我 那更五花八门呢 我爱的 五花了 你站着 八门 五花八门 留给你慢慢展示 好不好 咱也别都一下都露出来 好不好 主持人好 你好 男嘉宾好 我想问问男嘉宾 几岁了 你这句话问得好萌啊 那我就就这句话问啊 因为特别年轻嘛 因为特别年轻嘛 我六岁 六岁了 看着是特年轻 特别年轻 特别年轻 身体素质非常好 嗯 我挺看好的一个男嘉宾 挺看好的 对 好 感谢我们秘诗里所有的女嘉宾 那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保证书 交到您的手上了 如果啊 今天你跟谁牵手成功了 就得把这保证书给人家 签字画牙按手印啥的 都得正好 好不好 必须得好 不过刚才说了这么多 咱们男嘉宾可能有点发懵啊 咱第一位女嘉宾呢 是夸你精神好 精神头好 第二位女嘉宾呢 问你啥样是宠妻的呀 你一下承诺书出来了 第三位女嘉宾呢 说你是这个做得好 而且呢身高如何 第四位女嘉宾说你是五花八门 花言巧语 第五位女嘉宾呢 说你是这个猜你的岁数 是50岁到60岁 所以这几位女嘉宾的这个感觉 和对你的评价 你好好颠颠颠颠 看一会谁和你上来 接下来让我们更深入的来了解一下 咱们男嘉宾的这个歌 我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苦辣酸鲜全眼下 傻也难不倒战 这歌唱得怎么样 我叫李薛君 今年68岁 我性格开朗 喜欢唱歌啊 喜欢热闹 生活中的我 一直保持着锻炼的好习惯 每天都会出去运动 打打羽毛球 乒乓球 体会运动的快感 我还喜欢看新闻 每天看个报 算是我的一个习惯了 多年来 这几个爱好使得我 拥有了充实的头脑 健康的体魄 也让自己拥有了 对生活积极的态度 我是在那个公园打平方球 认识老李的 他特别诚实 朴实 挺朴素人 心情 性格挺好的 他身体素质相当棒了 打球打几个点都没问题 现场女嘉宾 我跟你说实在话 这老头你去找去吧 现在这样的老头很少 找这老头吧 你保证你不能受虚 所以最起码他能对你好 那什么时候想着你 我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这样的我 你喜欢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爱的选择 您来了 刚刚咱们哪位女嘉宾拍了 封灵60 是第五位女嘉宾 是不是啊 您看人都68了 68您确实确实 忒不向了 是不 原来就是我们男嘉宾的选地了 您可以选择五位女嘉宾的其中一位 来作为你的第一位新的女嘉宾 好吧 我们的男嘉宾 我们的男嘉宾呢 就是左看右看 终于选出了第一位新东女嘉宾 就是我们的 1号女嘉宾 好气吧 高兴吗 高兴 高兴 她选了我 那叔叔 那你眼睛还真独 反应快 眼睛 眼神也好 选了一个事业型的女嘉宾 而且阿姨特别有自信 选她 宝没错 你老享福了 我把她给你请上来 好嘞 谢谢 来吧阿姨 信箱交给你 转过身不让让我们看到 你往里装一下你的爱情信物 偷偷地放进去 别让我们看你 好的 装好吗 好 来吧 阿姨打得严严实实 最后装那个爱情信物的时候 笑了 比谁 比花还好看 好吧 我们带着对爱的重景 我们走向爱的舞台 好不好 走上我们的爱情风道 加油 刚才叔叔选择的这位阿姨 心动女嘉宾 我们的王阿姨很美啊 那阿姨你有什么样的优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优势 这期女嘉宾 我一看了 我是最年轻的 真么自信 你也是最自信的 对 来吧 我特别期待啊 阿姨您这个爱情信物是什么 文文带着大家看一眼 我只能说我们阿姨太没诚意了吧 特别有诚意 都在这里 我真是不想把它拿上场 你知道吗 真的这样吧 阿姨 有没有诚意呢 到台上去说 看看我们叔叔的反应 看看我们观众的反应 能不能猜到你的诚意 行吗 走 我们去相亲 好的 那在我们女嘉宾上场之前呢 还是有请文文 首先要带上来我们女嘉宾的爱情信物 来吧 有请文文 这掌声老响亮 我跟你说 你上场的时候吧 我都没说掌声欢迎文文 大家啪 都给你主掌 都看着这个盒子 这盒子里不得装什么玩意 给大家分分得了 真是 没你的份啊 看看啊 这个好奇妙耶 还挺多呢 这个我展示一下 你明白这叫啥 你知道这什么东西吗 这叫什么卡呀 叫卡 应该叫什么卡 是吧 谁叫我啊 什么意思呢 那用在里面了呗 打开一下 看里面写啥了行吗 空白的 再换一个 再看看 还是空白的 这个意思就是跟你有无话可说 其他的我也看了 都是空白 全是空白的 这都是空白的 来我们嘉宾看看 我真猜不出来 我猜啊 他这个是不是能 将来两个人走到一起了之后 把他们之间这种爱情 添在里面 我发现他这个瓶上面有一个爱心 有一个心形的一个图案 忽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来 就是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觉得可能是要男嘉宾在上写上温馨的祝福 热爱姐我只能说你比较接近是吗 这样吧 让我们今天来有请咱们一号女嘉宾来揭晓一下她的这个爱情信物到底预意着什么 好来吧 小小卡片藏玄机 上场举动太亲密 95分吧 98分 我给他俩匹配的程度达50分 他们出来的咋个人了呢 宝宝 亲爱呢 你看 针尖对卖娃娃是不合一的 我们没拿大回事 感情路上多波折 竟让众人泪绝滴 他有三次自杀的想法 死不死活不活的那样的 过年过期还是六六道道的 很理解你 爱的选择稍后老精彩了 惊喜超大惊喜 云下99元一罐的红金糖丘李高 今天打进电话99可以买5罐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买5罐再送5罐 也就是说99就能买到10大罐 是无前例的超值活动 名额只有一百个 专前打电话订购吧 我们的丘李高 以世界迪都的安徽荡山雪花梨 为主要原料 经过选制洗泡熬煎绿收 骨发熬制三倍多个小时 再配以皮坝蜂蜜 及十几种中潮月 反复调制而成 不仅品质有保证 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 红金糖丘李高的每一位中原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草原料 再用我们的传统古发的工艺熬制而成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不计成本 不要利润 只图你留下一个好口碑 原价99元一瓶 今天打进电话99元买五瓶 而且再送你五瓶 打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 没有人工费 没有快递费 也没有任何中间的层层加价 让大家都能吃得到吃得好 原价99元一瓶的 红金糖丘李高 今天打进电话99 可以买五瓶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买五瓶再送五瓶 也就是说99 就能买到十大罐 史无前例的超值活动 名额只有一百个 抓钱打电话订购吧 叔叔 那你眼睛还真多 反应快 眼睛 眼神也好 选了一个事业型的女强谈 而且阿姨特别有自信 选她 宝 没错 你老降服了 我把她给你请上来 好 来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一号 李嘉宾 我的爱情宣言是当幸福来了 把握就是幸福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这个 来 要请我们的男嘉宾 认识一下互相 你好 你好 从外表看吧 还是可以的 有一双大眼睛 个头高矮的体型胖瘦啥 都可以接受 我对场上男嘉宾的印象 感觉还挺好的 100分满 我能给达90分 我特别想知道 您这个叫什么卡 我的心愿卡 我的心愿卡 平常工作特别忙 没有时间 也没有时间陪她 完了她要往里填她 或者我去帮她实现 你说的意思是说 男嘉宾把自个儿的愿望填在上面 你帮她去实现 对 或者平常看电影 还是陪她出去逛过街 吃点饭 她有什么要求可以写 对 那我猜得 如果牵手成功的话 您第一个要求会写啥 我第一个要求 我就喜欢看球 你想让未来的另一半 陪你去看场球 对 这个行吗 那也可以的 国地 我也 我非常喜欢看辽兰 我觉得 说是心愿卡 不如说是一个爱的预知卡 也就是说 在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慢慢地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实现你所有所有的快乐 所以叔叔说 你要好好努力 我到时候挺希望 你俩能有挺好的一个结局 我一会儿到了台下 然后也是期待你俩的好消息 好不好阿姨 加油 我给她俩匹配的程度达50分 那接下来 我请阿蕙给孙香百分吧 你可以看看 我肯定是100分 您看我的分 95分吧 95分 95分 你长得模样什么还行 就个性 是吗 嗯 难得不想做 您给咱们女士打分 98分 哟 多了三分 你自己多三分 对 这让她高兴 你后边话收我一下 其实孙霞 这是我的肺腑直言 也就是80分 叔叔我可知道你有个绝招 就是看眼睛 我们叔叔可会读懂你心灵的小窗户了 那其接下来就给二位创造这样一个机会 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透过眼睛可以看到她背后的故事 来有请二位 面对面站好 当然了这样看眼睛呢感觉有点尴尬 是不 先拉手看 来 对 通常电 我差不多有十年没和一星这样拉手 眼神不要飘 只看对面的她 你的眼里只有她 通过她的眼睛 你能看到她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吗 你会读懂她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能知道在她的心里边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吗 很温馨啊 很幸福啊 你哥 你最棒的 加油 谢谢你的故事 就这么深情的时刻你说 有什么 可能出来第三个人了呢 朋友给你加油呢 我辞多多年没跟一星牵手 我当时牵她手的时候 没有什么感觉 来 这个三十秒就这样的匆匆过去了 中间还有朋友打仗 这个来吧 二位 有没有通过电的感觉呢 她肯定要说出什么话来 减分了吗 你有点心理准备 你可别减分啊 不然说 就是一面 老婆 她得加三两点 就这一面没看够是吗 是这意思吧 来咱们男嘉宾呢 你说没看够你 我通过刚才进一步的看 我觉得这双眼睛非常美丽漂亮 也是一个散展的 粉什么水 透着那么美啊 是吧 她这个也是跟我估计差不多 因为她是爱好打球的人 有单说什么 她不闷就好办 她不闷 她不管什么事 能说她明白就行 知道就行 接下来我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咱们的一号女嘉宾 这是一双咸不住的手 当年也是这样一双手 独自在沈阳打拼出一片天地 我叫王玉芳 来自沈阳 我喜欢充实的生活 因为人生就是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过程 虽然 虽然我每天这么忙碌 但是在闲暇的时候 内心总是空荡荡的 我想找一位 懂我 疼我 爱我的人 我也会为你献出我的热情 忙碌只是我一种生活习惯 我喜欢充实的生活 我期待未来里有个她来丰富我的生活 所以我来到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你来了 非常欢迎你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坐下慢慢聊 好不好 来邀请二位 男的对着女的还是有点意思的好感的 阿姨我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是完美的爱情 这话咋说 就是找一个滋疼直热的 两个人有共同语言的 生活在一起 没有那种像爷爷所说的家庭所事的 这我就因为挺完美的了 我觉得是 两人互敬互爱白头偕老 这就是完美的爱情 我跟你说 我们叔叔之前 他之前的那段婚姻 就堪称一段完美的爱情 他跟他爱人的故事 真的是让我是特别特别的羡慕 他跟他爱人从来没吵过架 您平时在意见又出现分歧的时候 你怎么就跟他沟通 才能保证你俩能和和气气这么多年 第一个我和我爱人 从我六岁 他四岁的时候我们相识 到我们一起长大 如果发生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我也是不和他吵 针尖对卖娃娃是不可以的 你们两个人过了这么长时间 只有一次你们两个人红过脸是吧 那你就是这次红脸的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怎么来解决的 她是因为我有个朋友 她是那个候鸟到三亚去 我就回家跟我爱人说 我说妹儿啊 那个俺的球友余哥都到三亚去了 咱俩不也说要去吗 我说要去的话我就把机票订了 我说妹儿说 你们看那天上只往下掉啊 她说不坐飞机去买票 我就非要坐飞机去 我说我只差没坐过飞机了 最终还是坐火车肉 在生活当中 你最后是妥协的那一位 一切听媳妇的 是不是啊 对 你早知道这个结果 不要终结的过程了 是不是 挺挺旺 挺挺旺 这男士在呼吸中 不会吵不起来的 应该这么处理 呼吸之前就应该是这样 我刚才听一个词 你说的妹儿啊 你是喊你老伴吗 我习惯了 我从小吧 因为我就比她大 我一直就这么称呼 她管你叫什么 叫哥啊 她管你叫哥 你管她叫妹 人叫妹儿 叫妹儿 妹儿 不是妹 对 叫妹儿 你想想这个儿话音一出来 那是什么感情啊 亲切感 亲切 亲人是得 咱们观众集啊 哈哈就开始乐上了 打的就觉得这称呼到位不 好 相当到位了 好 相当到位了 我采访几个观众们 就是个家里都 我老公和媳妇啥的 都叫啥啊 您不是担心是吧 我不是 您不是担心 老头来了 此时此刻 你在家里咋叫的 现在你叫的一声 叫冰蛋 我就叫管她 就叫孙子 咱俩一直这么叫 一直到现在还是 真的 就像人家说哥儿妹儿 你能叫出来吗 那妹儿太甜蜜了 今天就让咱 女观众享受一下 来站起来就这样了 就叫一个字 嗨点儿话音 来 准备 把你准备打呀 不是闷的 猜 猜 儿话音 再甜点 我不叫回来弄钱 太小了 妹儿 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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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 咱也得跟媳妇 妹儿 后得加一个 妹儿啊 小妹儿 太冷 太冷 您感觉是不是 您感觉是感觉酥酥的 我感觉好像起鸡皮咖 不是有鸡皮咖的 没提案呢 没提案呢 因为夫妻关系吧 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这种称呼 也是最亲密的称呼 您想想 你有多辣辣气 你喊妹儿啊 全没了 是吗 对 所以夫妻之间的这个 这个昵称真是特别的重要 真是 刚才大哥所谈到的 他喊的原来那老伴是妹儿啊 你想想 他这种感情 是多么幸福的一种感情 从这个昵称上 就能体现出来 你是在这种男子 都算幸福的吗 他男女的 那回事 冲他 对 刚才这个 瑞莱说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 说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跟对方吵架 之前必须就要带他一个称呼的话 就很重要了 对 直接决定你俩能不能吵起来 比如呢 比如说 因为你要坐飞机 女嘉宾呢就要坐火车 就是生气了吧 然后我们给你们设定个名字 好不好 设定妹儿啊 疙瘩好像是不太刺激 没太意思 真的 女嘉宾管男嘉宾叫亲爱的 男嘉宾管女嘉宾叫宝宝 然后就必须以这俩名开头打架 对 咱看能打起来不行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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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你现在都可以坐飞机 你看有几个吊的 你怕啥呀 就坐呗 是得坐火车 多慢哪 亲爱的 你看 我又说打不起来吧 你都吵起来的 感情不到位 你再上点劲 上点劲 你就横了横了 很好 我就是坐飞机 我不坐火车 天啊 我就想坐火车 就不让你坐飞机 坐飞机多危险呢 还是坐火车安全 行 你这样就完事了 现在两句话就完事 对呀 我就说 一个家庭当中 逆称是多么的重要 你就想让我和我老公打架 老婆 你看什么呢 我说了咱俩一块坐飞机多好 亲爱的 我就要坐火车 老婆不要 不放水 亲爱的就坐就坐 别人以为你俩发脚 我能没决定啊 吵架 别人快说 不要在这里秀恩爱 好不好 别人撒凉了这种事 你像我们离异的吧 因为啥就是过去 就是从战争中走不来的 所以说你有这些爱情 就非常重要 这样就打不起来了 就那会儿就无形当中 就没有了 这在生活当中 就是一个小情调 一个小调戏 就是说互相两人 能走到一起了 就那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夫妻之间呢 非常和谐 关系也好 那么称呼 我觉得是对家庭吧 有好处的 亲 给一种亲的感觉 我是那么像 如果我们牵手 我喜欢男嘉宾 别叫我妹 所以说嘛 我们就是说对待爱情来说 都应该放开一些 不要太保守了 对 从名字上先开始 来吧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么浪漫的男嘉宾 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感情路上多波折 竟让众人泪绝滴 他有三次自杀的想法 死不死活不活 这个那种的 过年过去 孩子六六道道 很理解你 三颗红心啥秘密 竟让男士着了急 大哥你千万不要失望 扎心上得扎心的 互动游戏不相让 密室看着特生气 阿姨咋还哭了呢 阿姨咋了 没有钱样镜 应该钱样一下 神秘礼物来现场 俩人能否心相依 给你一个定心丸好吗 擦一擦 谢谢 不客气 你太刚香了 不要走开 稍后更精彩 惊喜超大惊喜 云下99元一罐的 红金糖秋里高 今天打进电话 99可以买五罐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买五罐再送五罐 也就是说 99就能买到 十大罐 史无前例的超值活动 名额只有100个 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我们的修理高 以世界尼多的 安徽荡山雪花梨 为主要原料 经过选制洗泡熬 煎绿收 骨发熬制 三倍多个小时 再配以 琵琶 蜂蜜 及十几种中草月 反复调制而成 不仅品质有保证 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 红金糖 秋里高的 每一位中原 都是经过 精挑细选的草原料 在用我们的 传统骨发的工艺 熬制而成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不计成本 不要利润 只图你留下一个好口碑 原价九十六元一瓶 今天打进电话 九十六元买五瓶 而且再送你五瓶 打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 没有人工费 没有快递费 也没有任何中间的层层加价 让大家都能吃得到 吃得好 云下九十九元一罐的 红金糖秋里高 今天打进电话 九十九可以买五罐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买五罐再送五罐 也就是说 九十九就能买到十大罐 史无前例的超值活动 名额只有一百个 赚钱打进话订购吧 你说说对待爱情来说 都应该放开一些 不要太保守了 从名字上先开始 来吧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么浪漫的男嘉宾 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和老伴六岁相识 青梅竹马 感情一直非常好 最终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身边的亲人朋友 都觉得我们特别般配 婚后我们家庭是非常幸福的 从来没有吵过架 红过脸 我的老伴是个跳水运动员 长期的冷水导致公寒 一直没有孩子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 我一直以为我们会牵手一生 相伴到老 直到去年 他突然脑溢血去世了 犹如青天霹雳 老伴刚去世的那段日子 我每天都活在痛苦的日子里 我绝过石 甚至想着追随老伴 就这么去了 后来我的朋友们都劝我 慢慢我也看开了 想明白了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杯茶 不会苦一辈子 但总会苦一阵子 男嘉宾的家里边 贴的都是您妻子的照片 是吗 有 我想我今天到爱的选择 来选对象来了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就是说她过世的时间还短 我不应该来 那得理解半年很多 都三年再走 我知道叔叔曾经在家里 爱人去世这个半年时间 他有三次自杀的想法 我特别特别担心你 要不我不能这么受 我饿伤 我绝食三回 但是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还是挺不了 你知道我 死不死 活不活 那个那样的 那也能又饿又渴 真不好受 必须得有个女嘉宾 帮她共同走出来 你有没有想过 您在天上的老伴在看你这么折磨自己的时候啊 她其实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知道吗 还是希望你能够更加的幸福 因为你们是相爱的一堆人 所以她希望能够幸福地走下去 我想问问咱女嘉宾 就是你会建议这样的感情吗 我挺羡慕的 她的那个去世的妻子 有这么一个家庭这么温暖 但是假如说我要打比方 我要跟她在一起生活的话 咱们是走下半生 这个我是很建议的 可是说您要求 如果您要是跟她在一块的话 屋里是不能挂她妻子的照片 这个都是曾经地过去了 挂着我是会 很建议的 对 很建议 这样咱们的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对这样事情是怎么看的 如果你是她的另一半 你会建议这样的事情吗 你会建议这样的感情吗 我是四号女嘉宾 李先生您好 就说你走不出来 这些事得理解你 像我吧 都三年了我才走出来 现在有时候过年过年 还是六六道道 很理解你 你老这样不行 但是如果她把屋子里 放的都是自己妻子的照片 然后总是沉浸在 之前的感情当中 作为跟她后在一起的老爸 会建议不 不建议我 你觉得我会帮她走出来吧 好 那咱其他女嘉宾是什么观点 你好主持人 那个李先生 我是二号女嘉宾 是 她现在还这么留恋她的前妻 说明说明这男男先生是很专一的 很重情 重义的 她自然对她时期的妻子这么重义 那对现在的妻子是会更好的 你好 主持人我是三号女嘉宾 如果她现在这种情况 她心里还有她的前提 我对这个事我非常敬 好 非常感谢我们几位女嘉宾 其实我觉得咱们大哥的这个做法和行为 从一个健康的角度来讲 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倡 对于丧偶的这个老年人来讲 他最初的这几个月 他是属于高危人群 为什么这样讲 他对这种悲痛和伤痛 他不能够认可这个老伴的去世 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健康 就像我们大哥现在一样 他已经出现耳鸣这样的状况 怎么办 就是我们大家所提倡的 像大哥现在这样 一定要走出来找你的群体 像刚才我们的男嘉宾的好伙伴们一样 多和他们接触 另外一个就是找到一个新的老伴 但是这种不是说 我们对之前的那老伴的背叛 其他的人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们生活要继续往前走 而是要把原来的这个感情 做一个告别的仪式 你可以把它的那个照片摆着 都完全可以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告别的仪式 和他做一个一种 直接感情的一种切割 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去做 我是一个偷听打理的人 就是说 比如说我新的另一半 我家来 我绝不能摆着他 对不对 这个女人之间 他那种想法我能理解 人家和我来过日子来了 你说那个香片和人家摆着 那太不同情理了 我不会摆 如果说我们确定了 我就把它请下来 对 大哥你这个做法 我们应该给你鼓掌 好不好 好 真是应该这样 男女女的 就应该有一个大度的心 作为人来讲 应该是这样理解他 其实我觉得 最羡慕的人是谁啊 是阿姨 阿姨刚才之前评价 我们说的感情当中 就说实际上 她那段感情 是我是羡慕的 对 我注意到 咱们女嘉宾说过这一句话 她从来没有得到过 丈夫的关 从来都没有啊 那之前你是怎么没有 得到这种感情呢 我觉得在婚礼当中 你多多少少应该感受到点 做一个男人 他没有什么责任 这两个字他都没有 什么孩 老婆孩子 他都没有 他就有他自己 就是说什么责任心呢 或者我为家庭付点责任呢 或者我出去该干啥 干 挣点钱为家 没有 他这种应该不是 他应该就是说 他的心里 他就是 就是不负责那种人 天性 因为他的恶喜 就是爱玩 赌博呀 玩麻将 玩服务客 最烦 最喜欢 这种 他这么来钱的 就是扶起来那阿兜 是一样 我想 作为一个男人嘛 应该把家里的生活都安排好 特别是爱人的身体啊 各个方面呢 都应该照顾好 在家庭当中 男人的收入算不算的担当的一种 咱应该是女嘉宾给列入了 是不是 很重要 男人应该养家 如果说像她说还有孩子 那就应该全都给你拿出来 交给那个爱人 由他来掌握 咱女嘉宾认为这种担当可以 够不 够不 不能离婚了就 是吧 对 不会产生这件事 这个男嘉宾还是有担当的 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没有意思呀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爱的考验 我们会准备出几道题 看双方对哪些题比较感兴趣 需要问对方的 来 一共六道题 第一道 最不能容忍对方什么缺点 第二 特别在意对方哪一点 三 我是你心仪的类型吗 四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五 你的经济状况如何有存款吗 六 生活当中有什么不良习惯吗 六道题 两位 可以选出其中两道题来问对方 有请女嘉宾 你特别在意对方哪一点 我特别在意的是 对方不抽烟 不打麻将 喝酒少喝点行 现在生活这么好 喝点小酒 我支持 喝点酒无所谓 我还可以就陪着喝一杯 好 来 咱男生也选择一道题 你愿意和我去旅游吗 愿意 愿意 再行 二人都喜欢旅游 我也喜欢旅游 你旅游坐飞机坐火车 坐飞机 这被你俩对上了 来 咱们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那个Liu生活中有什么不良心 我可以明确坦诚地跟你说 任何不良的嗜好 在我身上都没有 她的不良嗜好就是对媳妇太好了 对 对吧 得到温暖 对 能得到温暖 对 男女会给你温暖 其他机身条件很好 男嘉宾再选一道题 我出第三题 我是你心仪的类型吗 完了 回答速度极慢 问他点没上去 问他点 您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但是您要考虑一下对方的感觉 那个我不在乎 我这人之内之趣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不管没讲 最好 要不我不愿意说违心的话 也不愿意听到违心的话 好 来 三 请回答 是 是 您早说的 这大个心悬得牢高了 来 他回答的问题 我还是很满意的 我当时犹豫了 还是差眼语 来吧 接下来有请二位站到身边来 咱们简单了解了一下 那也希望我们二位 能够在短时期内 稍微考虑一下 对方会不会是你一个好的开头 好不好 来吧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一号女嘉宾 稍坐休息 咱们稍后见 好不好 好 再见 怎么样 挺好 这一闹能闹了解了 一闹闹就外聊着 我的类型是有点 但是我希望 你们在四个当中赶紧快挑 他确实不错 他没有孩子 完了家庭条件也挺好 好 那我们的男嘉宾呢 还要选择一位 新的女嘉宾的机会 来吧 谢谢男嘉宾 我们的男嘉宾选择的是哪一位 女嘉宾作为他第二位新的女嘉宾呢 就是我们的五号女嘉宾 什么是五号女嘉宾 我财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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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这请问问 我知道叔叔啊 您没有儿女 因为之前爱人不能生育 没有儿女 但是你选的这位阿姨 她可是拥有一个大家庭的 保证能给你家的温暖 我这就把她给请上来 我这就把她给请上来 你呢 谁慌了 阿姨慌 慌的是心 那还慌的是神啊 您现在慌 那神已经慌 脸糊心跳代表啥呢 但是对男嘉宾有意思 有意思 对 是不是 来 阿姨 阿姨将你任务 把您的爱情信物送到这里 好不好 你要带的 不然我老婆看你 好 我去看 那一位 礼心情 情义重 阿姨真的 刚才叔叔选择的这位阿姨呀 看看 红彤彤的 是吧 今天穿得特别喜庆 是为了我们这次相亲 特意穿的这样的衣服吗 是的 阿姨好像说话有点拘谨 是紧张了吗 紧张 第一次 对呀 我先看看阿姨准备的这个 爱情信物是什么 阿姨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三个人 三个人呢 有点意思 好的 那么在我们五号女嘉宾上场之前呢 文文会带来五号女嘉宾的爱情信物 来 接下来掌声有请文文 每次看你拿的小朋友 我都特别好奇 这里边又会装这些什么呢 来 别好奇了 这形摆的 来吧 这个展示一下 来 我展示一下 您认识吗 这是什么 心 蹦蹦跳的心 哦 心 代表他们俩的意思就是 男的一颗心 你的一颗心 是吧 哎呦 你看咱男嘉宾 想要立即进讽不说 蹦蹦跳的心 但是我发现这是三个心呢 你真是到重点了 三个心啊 对 我想应该两个心够用了 现在是三个心 两颗心 还有一个子女的心 两颗心 是一个你的心 一个阿姨的心 还有子女的心 是这意思吗 不是三颗心吗 叔叔那一个 这里头有她的一颗心 是吗 叔叔 没有你的心 我这就喝了水 抓心了 抓心了 是不是 这都是咱们的猜测 咱们的想象 那最终答案是什么呢 还是让我们有请本主吧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五号女嘉宾 三颗红心啥秘密 竟让男士着了急 大哥你千万不要失望 抓心让你抓心了 互动游戏不相让 你是看着特生气 神秘礼物来现场 俩人能否心相依 给你一个定心丸好吗 查一查 谢谢 不客气 你太刚强了 不要走开 稍后更精彩 惊喜超大惊喜 原价99元一罐的 红心糖秋里高 今天打进电话 99可以买5罐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买5罐再送5罐 也就是说99就能买到10大罐 史无前例的超值活动 名额只有100个 抓钱打电话订购吧 红心糖秋里高 精选优质原产地的雪花梨 川贝粉 琵琶 胖大海 蜂蜜以传统古法工艺 逆量而成 营养全面 更容易吸收 我们这个秋里高 每一瓶都浓缩了 几十个梨的精华 营养价值不言而喻 直接喝 直接吸收 很多朋友拿到手之后 都是赶紧先尝一勺 每个喝过的朋友都说 红心糖秋里高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99块钱买五瓶 再送五瓶 活动真实有效 电话打完了 可又再也抢不到了 大家安心地买 放心地买 我家孩子呀 秋冬温度一变化 他就开始折腾 这小孩咳嗽难受啊 一秒就是一晚上 然后啊 我就带他去看了中医 中医呢 他就为我推荐了这个 红金糖的秋里高 这个红金糖啊 是大品牌 信得过 我一下就买了三箱 回去啊 天天喝 厨房油烟重 每次忙喝完啊 这嗓子里啊 就像有口台卡在里边 想咳呀 咳不出来 别气多难受了 老伴啊 就给我买了这个红金糖秋里高 闲了我就喝两勺 现在啊 别气多顺畅了 秋冬雾霾太严重了 出去溜一圈回来啊 你听 我这嗓子 喝再多的水 也缓解不了 现在有了这个红金糖秋里高 喝到嗓子里啊 感觉特别顺滑 趁着厂家搞活动啊 我们还要多买几宗 想想想 云下99元一罐的 红金糖秋里高 今天打进电话 99可以买5罐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买5罐再送5罐 也就是说 99就能买到10大罐 厂家郑重承诺 不好吃 退 买贵了 退 要是吃了以后 发现里面 参甲 对甲 退 退 甲一罚食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买5罐再送5罐 也就是说 99就能买到10大罐 厂家郑重承诺 不好吃 退 买贵了 退 要是吃了以后 发现里面 参甲 对甲 退 退 甲一罚食 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订购吧 我知道叔叔啊 您没有儿女 因为之前爱人不能生育 没有儿女 但是你选的这位阿姨 她可是拥有一个大家庭的 保证能给你加的温暖 谢谢 我这就把她给请上来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请5号 女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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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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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 紧张 儿女双拳福满堂 就寻找一位有情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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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和我男嘉宾认识一下 男士 你好 这个 女嘉宾 穿衣 体型 颜色 搭配的都很好 我很喜欢 看了眼中 是八十分 这您是刚才那句话挺硬的 您再来一遍呗 儿女双拳福满堂 就缺一位有情郎 是吧 对 而且这话说很直白 就缺您了 因为有情郎 是不是 阿姨 刚才那个 不知道是谁的情郎 猜这里头有她的一颗心 对吗 第一颗心是 代表我 第二颗心 就是我的儿人 第三颗心是我女儿人 你还有两个孩子 现在就缺一颗心了 就你缺一颗心了 就你缺一颗心都在这儿 在寻找一颗心 没有你那心 扎心让你扎心了 对 不是啊 不是啊 叔叔好像有点失望 你那些表情 但是 大哥你千万不要失望 对 因为他这三颗心 呈现在你的面前 就是三颗跳动的心 面对着你 然后你那一颗心 加进来该多好啊 就更圆满了 阿姨是有这个愿望的 你看着这个颜色是吧 蹦蹦蹦 阿姨 咱们一起努力 咱们一起加油啊 咱们一起帮你 好吧 是的 听完美 我看听完美 咱们还是有打分的环节 来 这个五号女嘉宾 您给男嘉宾打个分呗 85分吧 完了 来吧 全男嘉宾也打个分呗 我给他90分 90分 您那分挺高的 您的原则就是 每次都比女嘉宾高几分 多给他几分 他心里头差量高兴 要不该说我扣了 我真实的想法 是给他打80分 来了 那因为两位刚刚认识 所以给二位就设计了 一个互动小游戏 来增进一下 彼此的了解和感情 好不好 因为您会打乒乓球 所以说我们下面 这个小互动游戏 跟您这个 会的这乒乓球 还有点关系 互动游戏规则 男女嘉宾分站在桌子两侧 二人分别用嘴 将水盆里的乒乓球 向对方一侧吹出 如果乒乓球 或在对方的区域内 即为胜 男女嘉宾们 考验你们 是否为对方着想的时刻到了 准备好了吗 预备开吹 准备 等会儿 准备 开始 两次 自己做好了 准备 开始 一二三 开始 我还不知道她是在帮助我 她说了以后 我还说了以后 我还说了一个小游戏 我还说了一个小游戏 其实从小游戏当中 我看出了一点小秘密 我发现这个在头两局 两个人打平之后 咱们的女嘉宾 开始故意往自己这边吹 您当时啥意思 往回吹就请就输了 想帮她是吗 是 这个你觉得什么 特别想帮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她是在帮助我 她说了以后 我才知道她是在帮我 我非常感谢她 为什么呢 因为让她从那个困境当中走出来 您感动吗 我非常感谢她 所以说我们的五号 你嘉宾其实她还哭了呢 阿姨咋了 你是先疼 所以你哭了 是 对 再继续一下 身体会垮 所以说你还非常心疼她 对 然后 认为我们人心疼 从来没有人心疼过 所以我想心疼别人 孙霞 我得跟你说一下 我们阿姨 就是在镜头下 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她当时也没有流眼泪 阿姨当时跟我说一句话 说这么好的男人 你说让人我遇到该多好 所以她当时特别特别的难受 她说我在以前婚姻当中 我怎么也没遇到这样的人 对 叔叔给你取纸去啦 看你哭这么伤心 你擦一擦 谢谢 我们客气 完了 这阿姨完了 哭得更伤心了 连曾经递给她指的人都没有 这就是一颗善良的心 非常非常感动 这一辈子没有任何人 这么关心我 就是这种心情特别激动 体系挺善良 心地挺善良 看 现在就心情都很激动 所以说两个善良的人在一块 就应该共同能拥有幸福 我们都曾缺失了那份关怀 那么好 就让对方给予对方更多的关怀 来弥补 来吧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我们看看 12970号女嘉宾江颖 61岁 本心人 李懿 身高1米6 体重65公斤 退休 有住房 儿子女儿 有住宿 儿子女儿已独立 爱的选择 您来了 非常非常地欢迎您 真的没想到 因为咱们男嘉宾的一段特殊经历 让您感慨万千 然后你由心里放外地去心疼这个人 我也希望咱们男嘉宾 无论你们是否牵手成功 你也感受到 这一首先来自朋友的一份关怀 好不好 非常感谢 来吧 有请二位咱们坐下来聊 好不好 这是不幸的终点 是幸福的开始 因为我没得到人类关爱 所以我想爱别人 什么原因呢 不幸不幸找到 这让你痛情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那就像我说 您应该走出那个 我去玩的那个 说还得快 当时命令那也不瞎想 我笑他 那男女 你就大点和那女生说话 他二楼的 他不太大了 在农村的时候 后期给他带回城 那他应该对你好啊 那不就忘本了吗 不行 他不想在私里带 当时那年代 为了孩子 孩子必须得回来 在农村就完了 带回城以后 他就是各方面 啥都不干 为了孩子 咱们必须得肯 人无可忍 后来这时候太不要想了 孩子不管 什么也不管 一气之下 剩一个女人 住我带俩孩子 住我带俩孩子 太刚强了 都给孩子 用结婚的 都结婚了 让你出好 问了几个家里边 常问的问题以后吧 我非常同情他的处境 如果能在今天 牵手成功的话 我祝你幸福 他有担当 四个男人可以依赖 刚才给我们叔叔 气得够呛 叔叔 但话说回来 说到您俩 我们阿姨 我是知道 她是有一儿一女的 叔叔你刚才听到了 对吧 但是我也知道 叔叔 您来参加我们爱的选择的时候 我听说您的邻居和朋友 都劝你要找个带女儿的 阿姨 阿姨您对这个事咋看 在你择偶的过程当中 这两个孩子 尤其是儿子 给您的婚姻带来障碍了吗 有障碍了 有障碍 第一次有个失败的婚姻 第二次 他得把完全的家庭的一切 都得跟他说好 完了两天才能结合到一起 你要就是他都不容忍这些事 那两天在一起的话 那肯定是出现插作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介意这事吗 我想有一个就挺好 人家不用你管儿子呢 不用我管 也不行 我也不愿意找那样的 那您想找 因为啥 我看见过我的邻居 就是出在我这种怀势 您这样 再滚着 非常不幸福 你知道不 所以我就记住这个事了 孩子这个年龄 多个孩子接受 不应该是个负担 不是叔叔我就说 今天阿姨带着三颗心 是其中有一个是儿子的心 他特别支持母亲 上午爱的选择来找 他说儿子现在特别优秀 不需要你负担 您家的老两口出去旅游了 愤怨我都可以给你拿 这样的儿子 这样的好眠库 我说谁要是把他 当成自己的儿子 画的多幸福啊 这个热心都过来了 你还说成邻居家 遇到那样的事情 这个心咔嚓一下 太插心了 这一点我给个赞 叔叔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今天我还真是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叔叔给你一个定心丸 好吗 哈喽老妈 直到你去录这个节目 我跟我哥也是特别的高兴 我妈是一个特别朴实的人 幸运特别好 从小把我和我哥拉扯到大 也挺不容易 开过饭店啊 带我哥去包裹小特啊 反正吃了挺不苦啊 现在我们也都挺忙 也没有太多时间陪老妈 我就希望我妈能找一个 性格开朗一点的叔叔 我妈是一个可以配的家 全心全意付出的人 早上的叔叔如果选择我 是绝对不会错的 老妈加油 勇敢一点啊 去追寻你自己的幸福 我们特别支持你啊 我跟哥哥都爱你啊 一看完女儿这个录像来 咱们男嘉宾刚才说了一句话 说啥 我说的你女儿非常漂亮 非常孝顺 通情达理 我为她有这样的姑娘感到高兴 那女儿理解妈妈也是很暖心 很感动的 周老年人的再婚啊 一定要得到子女的祝福 如果没有子女的祝福 这段婚姻肯定是不能够幸福的 那么我想呢 大哥你看了这段之后 你的这个感受是发自内心的 有了一个女儿 再多了一个儿子该有多好啊 但是我想大哥啊 像你这样的热情开朗 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怀绝技的技巧的话 用你一颗善良的心一定能够赢得对方的孩子的这种尊重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非常自信 内心非常强大的一个男子汉 好不好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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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接下来是我们爱的考验 接下来呢我要替对方来问对方几个问题啊 希望我们能够如实回答啊 有请女方回答 你会介意我总拿出部分资金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吗 不介意 因为男嘉宾曾经做过这样的事 我这人啊就是见不得别人有困难 您最多给过别人多少钱 就是几百块钱 因为我挣的也不多 一次性给几百 最多是五百块钱 接受得了 我接受得了 我接受得了 咱女嘉宾如果一次性给五百的话 您介意吗 在生活不影响生活情况下 可以 可以 那么咱们男嘉宾回答 您放下上一段的感情了吗 我还是没有彻底放下 都不介意 好 对不起老爸 你一直就别懒了 对啊 你昨天把他情绪不好 他还是想找 那么咱女嘉宾回答一下 你介意我的身高吗 只要人好 什么都不介意 人心好 男嘉宾请回答 主持人和女嘉宾谁更漂亮 同样漂亮 各个的优点 怎么这么丑贫呢 来 咱女嘉宾回答 男嘉宾特别向往旅游 你能陪着一起去吗 好 男嘉宾 替女嘉宾问你 你能照顾我一辈子吗 如果我们能成为夫妻的话 一辈子 两辈子我都应可 好 我感觉从上讲到现在说 那都是不合乎逻辑 贵 来了 有请二位站到身边来 今天二位还穿了个 类似情侣的衣服 颜色还挺搭的 今天本年 我从来没穿很红色 所以说咱们好日子来了 咱必须红红火火得过日子 好不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号女嘉宾 稍后休息 咱们稍后再见 好不好 好 稍后见 在了解之后 我还是给她打80分 落完之后打95分 好了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掌受有请两位女嘉宾上场 两位女士都优秀 哪个能让她心动 千言万语会上一句话 一会儿再说 看着她有点有担当 90分吧 请选择 爱的选择 终极谜底稍后即将揭晓 您可千万别错过 惊喜超大惊喜 云下99元一罐的 红金糖秋里高 今天打进电话 99可以买五罐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买五罐再送五罐 也就是说 99就能买到十大罐 是无前例的超值活动 名额只有一百个 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我们的秋里高 以世界尼多的 安徽荡山雪花梨 为主要原料 经过选制洗泡熬 煎绿收 骨发熬制三倍多个小时 再配以皮坝蜂蜜 及十几种中草月 反复调制而成 不仅品质有保证 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 红金糖秋里高的 每一位中原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草原料 再用我们的传统 煮发的工艺熬制而成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不计成本 不要利润 只图你留下一个好口碑 原价99元一瓶 今天打进电话 99元买5瓶 而且再送你5瓶 打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 没有人工费 没有快递费 也没有任何中间的层层加价 让大家都能吃得到 吃得好 原价99元一瓶的 红金糖秋里高 今天打进电话 99可以买5瓶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买5瓶再送5瓶 也就是说 99就能买到10大瓶 史无前例的超值活动 名额只有100个 抓紧打电话订购吧 敢于上场 才能收获未来 挑战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宫王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好了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掌声邮请的 两位女嘉宾上场 掌声邮请 接下来我要把相周爱情的玫瑰呢 交在我们男嘉宾的手上了 咱们两位女嘉宾准备好了吗 好 那接下来有请三位背对背站好 如果你想和对面的嘉宾 从朋友做起的话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我说请选择 你们就可以转身了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我说请选择 你们就可以转身了 九十五分吧 九十八分 怎么出来第啥个影了呢 宝宝 亲爱的 你看 你现在就选一可心 阿姨咋还哭了呢 阿姨咋了 再聚下去 身体会叉一叉 谢谢 不客气 你太刚强了 他不能选 你放心 谁也不能选 请选择 请选择 非常遗憾 来 有请我们三位 冲前站好 来 那我们尊重每一位嘉宾的选择 那今天非常的遗憾 选择并没有成功 但是并不代表 他们追求爱情的脚步 追求幸福的脚步 就此停止 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 你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 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另一半 好不好 谢谢 这个还差演员不到 我考虑他不喜欢男孩 因为我不想叉一种男孩 今天我来到爱的选择 没有选择成功 我的要求是 55岁左右的身体健康的 和我有共同爱好的 没有不良嗜好的 如果对我有好感的 可以和爱的选择栏目联系 我是一个开朗大方 有事业心的女人 有缘分来爱的选择找我 谢谢 我是5号女嘉宾 来爱的选择 今天谁也没成功 我是一个爱与弄爱生活的女人 我很贤惠 想找一个身体健康 没有不良嗜好的 我是4号女嘉宾 我的性格能动又能静 我静我能把家里 说得干干净净 我很爱清洁 我动我能歌善舞 我经常晨练 有喜欢我 这里是你女士 请跟爱的选择栏目联系 我希望找一个 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为伴 有喜欢我的情与我联系 这次没选择好 是缘分没到 我是一个爱好音乐 爱好旅游的女士 我希望在爱的选择里 找到幸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遇到了一位特性的男嘉宾 她对自己之前的妻子 非常的知情 甚至是从之前的感情当中 走不出来 但我们真心地很希望 她能够快一点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